今天出发去荷兰的一个边境国家公园 叫做National Park Balloon 雪坡 新拉面做好了 开吃 石南荒原的路上 今天就要出发去 National Park Balloon 现在在荷兰最古老的国家公园 Bluber Zoom 它占地有50平方公里 现在我们正在公园徒步道的起点 让我们一起进去探索一下这个美丽的自然公园吧 美 感觉它们的毛衣还没有长成 这应该是一个私人的宅地 建的还是挺漂亮的 为什么要在墙上放一个码头呢 那 那我们等会儿就要去 这公园有很多石南荒原 什么是石南荒原呢 就是那种 感觉 荒芜人烟的布毛之地 长了很多矮的尺碑 那我去看一看 我去看 徒步经常看到这种进行的标志 再搁几个松树 可能是这个石南荒原 比较难养活 不能让别人随便踩 我也能让你回散试 或者是这样的 太阳也不想让你回散诈 我现在有心地 也在想让你承个松树 已经擀的 并没有人随便 分别也不想让你多了 西纳面做好了 开吃 超好精彩 西红柿淡汤西纳面 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刚刚吃完午餐 现在准备往家干了 按现在这种 我所走的这种地界 就是叫做乌兰的英语 意思就是说 这块地就是一块 就不毛之地吧 它长得都是一些 很矮的那种棺木植物 整体给人一种 在外星上的感觉一样 有点那种冰岛的感觉 西洋西下景色特别的美 走在这种石南荒原的路上 带大家看这些很矮的这种灌木 到了夏末的时候 都会变成紫色 我发现好多艾际码 这种颜色的抖影 灰色的黑色的棕色的 还有奶白色的 摸一摸只能远摸 不知道码的细性 也到时候我把它热毛了 终于又走回了起点 今天是一个环线 那大家看 这个路就是这个公园里 经常会看到的红路 可惜我今天没有看到 这是游客中心 现在荷兰所有的自然公园的游客中心 都是关闭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过不影响我们在这儿徒步 太巧了吧 火车到了 正好我到山 今天徒步走到一半 陆域一群豪车车友团 基本全是蓝博 聚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们是来徒步的还是来炫车的 现在一个小小的停车场圈停满了 YOUTH! NICE ONE! WOW!WOW! Awesome! Have fun! Thank you! 大家好 野人本能在此 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觉得还不错 求点赞 求转发 求评论 求关注 谢谢 再见